快要農曆過年了 福治佛教基金會七堵教室 特地結合七堵區永平禮辦公室 基隆市海東書會和馬林國小等 在永平禮民活動中心 舉辦名家輝豪鄭村聯 以及纏繞畫紅包活動 並且設置禮人年貨大街 讓民眾選購年節物品等活動 希望社區共好 大家開心過好年 那因為現在過年期間快要到了 所以我們結合永平禮辦公室 還有海東書會的教室區 他們來這邊正宗春聯 那最主要就是讓大家這樣快開心心過個年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還有纏綠花花紅包 還有我們馬林國小 那我們還有我們女兒的那個年貨大街 非常感謝他們 讓我們裡面的 讓這些小朋友阿公阿嬤 大家一起來互動 我們提名除了說 我們會跟愉快的結日 和活動可以祈祝之外 還可以說起 我們莫須的一些村民 也非常感謝這些小村單位的努力 包括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也硬邀在現場揮豪寫春聯 祝福大家金龍年行大運 秀玉現在要來這個會好 我要請春日 我龍年的第一筆 開筆大吉 開筆大吉 楊秀玉同時也在現場學習纏繞畫紅包 而七獨區長弘吉安也到現場和民眾一起同樂 感受社區共好的年節氣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